今天是這一波微解封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天 我們看到搶檔上映 影城也出現難得的排隊人潮 影迷前後悶了兩個月 迫不及待想要體驗一下看電影的感受 像是美麗華影城假日下午場次 每場開放100個座位 入座率高達8成 因為不能夠吃爆米花 還要配合梅花座 民眾也坦言不太習慣 不過看電影不再人擠人 看起來似乎更舒服 排隊準備進場 電影院好久不見的人潮 大家趕在週末假日最後一天 剛好碰上搶檔上映 影迷迫不及待想感受一下 微解封帶來的全新冠影感受 等一下先體驗看看 對啊 因為我看是梅花座 就是人少一點 可能大家心情比較好 也比較安全 對 因為反正有防護措施嘛 就是口罩還有梅花座 就來嘗試看看囉 少了爆米花 多了梅花座 陰廳人數降載少了一大半 電影看起來更舒服 讓影城桌木迎來大批民眾 人潮集中在下午場 每個場次大概開放100個座位 入座率達8成 業者加強把關現場人流控管 把握清場時間進行廠廳 清小作業 好舒服 旁邊空空的就覺得 比較沒有什麼關愛在 對 有點不太適應 因為大部分都人擠人 然後現在變得隔開嘛 而且又不能吃東西 所以就會很認真地看 看電影 不只影城人潮陸續回流 微解封的首個週末假日 白貨商場 同樣也迎來寫拼民眾 服飾店美食大街 終於盼來久違的前朝 就等接下來 國內疫情能否持續穩定 迎來降級的好消息 借台北綜合報導